练习36 身体扫描极短版 此为短暂的快速的身体扫描版 在先前的练习 相信已经掌握了身体扫描的部位、顺序 在此,强调生活当中 在短暂的时刻就可以运用 一样在选择这个练习的时候 也要注意自己所处的身边、周边的安全 在安全的情境之下 进行这个练习 首先将注意力放在脚底 无论是坐着、站着、还是躺着 将注意力放在自己与地板的接触面 感受身体的这个部位跟地板接触的地方 皮肤有什么感觉? 也许冷、暖、硬、软 或者是身体的重量 就在这个接触面上 交给大地 在这个所处的安全的环境 知道自己正在这里 将注意力带到左脚脚趾头 脚掌、脚跟、脚踝、小腿、膝盖、大腿 感受整个左脚趾的整体感觉 感受整个左脚趾部的整体感觉 再将注意力带到右脚脚趾头 感受脚趾头 脚掌、脚跟、脚踝、小腿、膝盖、大腿 感受整个右脚趾部的整体感觉 再把注意力带到骨盆腔 臀部、腿部、腿部、肚子、腰部 甚至腰的两侧 下背部、上背部 胸腔、胸腔 胸腔 感受一下现在胸腔的起伏 外部、腹处、内在感受 将注意力带到肩膀 双手的指尖 手指头 掌心 再将注意力带到手腕 下手臂 手肘 上手臂 手臂与肩膀连接的地方 接着往上到整个肩颈 感受肩颈部位的松紧 再往上带到头部 后脑勺 头发覆盖的地方 脸部 下巴 脸颊 鼻子 眼睛 额头 太阳穴 以及头顶 感受整个头部的感觉 接着 再从头顶 逐渐往下 感受整个头部 肩颜足 乾顶 骨盆腔 臀部 腹部 肚子 两个大腿 双膝 小腿 脚跟 脚掌 到脚趾头 再感受一下 自己的双脚 与地板接触的地方 当脚趾 拓展到全身 觉察一下 现在身体 什么地方最有感觉 可以就此将注意力 停留在这里 给自己几个呼吸 可以就此结束这个练习 也可以依照自己的需要 在上下扫描 自己的身体 一会儿 跟紫队